大馬路一而一壓 爬爬燥 警方拿出橘色塑膠桶 要實施圍捕 但嫌犯可沒 這麼好抓 嫌犯邊跑邊張開翅膀 連玻璃師大人都快投降 直呼拜託 別再跑了 看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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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怕阿阿阿出門逛大街 影響其他用路人 警方全力追棄 終於逮到兩名嫌犯 並郊遊動保處處理 事發就在十五號凌晨 新北新店區 為了抓這一兒一壓 警方耗費快半小時 索性成功逮捕 影片被放上網 不少網友笑說 誰家的食材離家出走 原來這兩隻鵝鴨 是來自附近的造景園藝場 一次是圍籬沒關好 讓鵝鴨有機可乘 跑出來 那他會咬那個鵝 他們在跑 不然這邊很好生活 他們不會跑 這裡才半開放飼養 目前阿兒跟阿鴨被關緊閉 動保處也要求四組加強管束 否則最高可處六百元罰還 直著警匪追逐站 也讓網友直呼辛苦人民保姆 單選賬的申取商務員新北 藏報道